今天来检查一下它的摩托车 我感觉它的摩托车变得非常非常薄 我们来检查一下 而且这个胎 这个胎还真没注意 这个胎已经非常非常薄了 这个最前的线都已经没了 这个胎肯定只要换了 这个换就有点危险了 后胎还蛮好的 这个可能他换过的 这个它是换过的 那待会看一下我们在泰国换一个他这边多少钱 旁边就是在卖摩托车的 泰国人的手艺 就是他们这边用的机油吧 摩托车的机油 有没有看得懂的 在这里是W30 有没有看得懂的 它上面居然是爽热的 这是什么梨子操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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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这个是一泡的 那个外摘的内套是一泡 它这个是一泡的 那个外摘的内套是一泡 好现在开始换打车面 非常饱了 哦 幸亏都要换了 这已经没有摸平了 其实我们骑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感觉 就是在磨那个刹车板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薄了 接近报废了 还好换到及时 这个钱就看起来乖乖的 怎么这么窄 比之前要窄一些 好 现在要去买看榴莲吧 买看榴莲 好 现在要去买看榴莲吧